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今天的先佛在我家 禅机山伟新圣教创教宗主混人禅师 在四十年前与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 进而展开四十年来的行道宏道的过程 在这四十年间与许多的信众大德结缘 有许许多多关于一经风水的精彩的故事 那么因而也奠定了一经风水整个的教育原地 我们从儿童学义经一直到专业的大专班 还有成人的社会大学 进而进入了义经风水的教育体制 维新圣教学院种种的建立十分不易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义经大学诗讯处的处长 袁平法师 老师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他跟随师父混人禅师 修行这几十年来的亲身经验 还有最近最新的一些 义经风水在生活当中的正道实力 一起来欢迎袁平法师 各位维新电视台观众朋友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师资培训处 处长袁平法师 今天我很高兴很荣幸 有我们维新电视台 我们郁佳美丽的主持人 来邀请来录制 先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 事实上在很早以前 八十几年 我就跟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混人禅师就结这个善缘 当初混人禅师师父 我们的师父 要我来学习义经 那时候我就把他当成说 好吧 历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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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反正就跟着学 也不知道学义经要做什么 要干什么 到底对我们人生到底有什么帮助 就这样子一路跟随师父走了二十八年 头尾二十八年 就这样子 那这中间的历程 就是起起伏伏 太多太多的这些人生的体验 经验都在里面 是的 当初我也把义经当成说 这义经 这个普卦 占卜 应该好像是迷信 你信他干什么 我们信我们自己 靠我们自己 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专科来努力 事实上不需要去 用到这些 所谓的所谓的什么外道 但是在这二十几年当中 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 这些实证案例 是 今天我们来谈到 义经的这些 有几个案例 好的 事实上很多 我们的观众朋友 心中大德 不了解的 义经 事实上它是什么 它是中华文化的宝典 它是万经之手 万经之手 万法之目 这是我们 魂连禅师 所开始的 义经 中华文化宝典 万经之手 万法之目 是天地 万生万物 生命的依归 当然 当你来 各位观众朋友 你来认识义经 来学义经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义经 上通天文 下日地理 中通 人世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有太多的 生老病实苦 比如说 这生老病实苦 又包含了 我们如何来 防万未然 趋吉避凶 你如何来 趋吉避凶 对不对 人生会面对 太多太多的考验 比如说 小朋友的 考运 他要考试 这是关系到他 一辈子 他的未来的方向 未来的发展 一辈子的幸福 都在这里面了 最怕 小朋友走错方向 是的 他没错 读错了 书读错了 学 没有办法 学以自用 学到 不相关的科系 走错了人生方向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 就是 人生 一定要有贵人 是的 这个贵人是谁 就由各位 观众朋友 三心大德 由你来判断 是 这个考验跟这个工作 其实是连成一切 是的 所以这两个 实力上面的分享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因缘的过程 好 这个案例的开头 就借着 我们师父 所开示的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当初在民国 71年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对 我们的书夫 魂连禅师 所开示的一句话 求人 不如求己 求己 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那这个标题 人生贵人 到底是谁 我们一位师姐 在大约 民国101年的时候 101年的时候 她来到台中道场 那刚好那时候 我在台中道场 刚好在 就是 预约 几位姓仲来 来到这边 问世解疑 就透过疫经的占谱 来帮她解决方向 是 她跟她的先生 台商 来到台中道场 哇 看到可以问世 她也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 她要 我说 这位 江太太 你要 问什么事 她说 她先生 在大陆 当一个 部门的一个经理 她想出来自己创业 那我想说 我自己也当过台商 我知道有些台商 就会比较铁齿 铁齿一族 就是对这些 易经 占谱 可能对求神拜佛 都会比较排斥 那我看他们夫妻俩 非常的虔诚 我说 你有什么事 她说她要去 自己来创业 在公司待了二三十年 想说自己创业 来开创自己的 一番事业 不要去 就是 不要再继续 领薪水 吃套路 你要出来做 对 自己要出来做 那我就 看这个台商 好 我看他 我也没有帮他扑挂 我说 你像我看你的八字名 到底你有头家名吗 结果一看 哇 六冲瓜 坎为谁 兄弟此事 兄弟 沾为水 沾为水 又兄弟七世 那我们的师父 浑年禅师就告诉我们 兄弟此事之人 不适合 不适合来当老板 我当下告诉他 江先生 你不适合当老板 不适合创业 你创业 到最后 你会 不要 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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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语说 不要吃 你到最后 就是把自己 弄得深陷险地 不好 你不要做 好 法师你这样讲 上个礼拜 我去先佛寺 问了某一位法师 他帮我用衣经扑挂 他还说 他不适合 自己创业 就这样子 我们这位江太太 我们的林师姐 就跟我们中门 101年的时候 就结了这个善缘 是 结了善缘 他进来初级班 开始读了 哇 越读越有兴趣 很有缘分 对 他说 他跟佛有缘 他跟修行有缘 他一直在找到 想找说 有一个修行的正法 正法的一个修行的法门 来学习 让他找到 他在初级班 试听的时候 真的让他找到了 觉得像家一样 我就是要在这里了 对 他就真的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那这中间 因为他的儿子还小 就去读空军官校 那女儿呢 刚好就是高中要毕业 高中要毕业 开始要考大学 对 这中间他知道说 师父传了很多妙法 就是诵经 排七幅相案 然后注意小朋友年运 那在104年的时候 刚好就是大学的指考结束 他也已经学了 两年多了 自己有那种 概念 对 有底子了 他想说 女儿大学 考了50几级分 可以上国立大学 但是 根据他女儿 这位 他的女儿江同学的 他的兴趣呢 他想比较读文科的 是 比如说特殊教育 这一些 或是英文 就是比较文科的这些科系 他告诉我 法师 我沾了三十几个卦 沾谱的三十几个卦 就是所有的 他可以考上大约 分数可以到的 那个等级的学校 找的这些学校 那时候我跟他讲 你找这些等级 他可以 女儿可以上的这些 这些比较 一定可以考上的这些学校 来报读 他补了他这三十几个卦 后来 我就帮他补了 十几个卦 开始呢 他说 我说 那个 江同学 你希望读什么 他说 老师 我比较对文科 比较有兴趣 比如说 英文系 特教系 或是华文学系 现在有一个叫华文学系 它不叫中文系 不论 还有 四所大学 一个是 我们 彰化 国立彰化 师范大学 一个是 我们 东吴大学 还有 府人大学 东吴大学 府人大学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还有东华大学 都是国立的学校 东华大学 那东华大学里面呢 又找了几个科系 都不错 一个华文系 一个公共行政系 华文系 公共行政 还有一个英文系 结果我帮他普挂 我说 这几个系都不错 都可以报 都可以报 然后 台北市立大学的 英文系 也不错 也都考上了 这几个都考上了 然后再来就是 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也上了 再来 东华大学 一个科系 叫资讯管理系 这个资讯管理系呢 也考上了 六所学校里面 只有一所 因为它分数到那边了 对 只有国立 资讯管理系 彰化示范大学 那一年 特别它的分数提升了 55级分变成58级分 只有这个学校 这个科系 没有录取 是 结果呢 在犹豫的时候 我就分析给我们的 林师姐 还有她的女儿 分析给她知道 给她知道说 这几个科系 哪一个科系 对她比较适合 那时候我就分析给她听 我说 英文 这个是一般的国际语言 假如说 以后你要当外交官 你要当成一个职业 那你就继续往英文走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你可以到 我们台湾 希望很多外交人员 或是国贸 都可以用到英文 对 那你要读华文的话 华文系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 你喜欢这些语言文学 那可以把它当成 另外一个 第二的一个专长 第二兴趣 至于公共行政 我说 江老师 你要参与政治吗 还是参与公共事业吗 应该不会吧 这个小女生就比较古典 文静一点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特殊教育也是可以 当成你一辈子的志业 那这里面 假如说 你要往未来的发展 对 我建议你 读资讯管理系 资讯管理系呢 这个挂向地则林 地则林挂 硬来生事 硬来生事 然后 这里面又有一个 兄弟摇洞来阻隔 我说但是你读了 硬摇 来生事摇 挂中又有父母摇 你读这个科系 会很加轻就熟 老师我不要 那个什么资讯管理 我对这个都没有概念 我说 这是未来 这是未来 因为在104年 到现在 今天110年 它是我说 时代 已经进步到 往AI 往互联网 往这些科技方面 在发展 对 那你假如说 你要当一个 比较新潮的学生 现代的学生 你就读资管 你可以回去问你爸爸 资讯管理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可以根据挂向 里面来看说 这个科系 它能不能读得 就是很加轻就熟 不会读得很辛苦 是 当然让这个小女生 她刚大学 从高中毕业 她去了解她未来的人生方向 还有一点 她父亲是台商 台商的见识会比较广 对 那妈妈原来就有在修行 那现在又进来我们的中门 我就分析给她听 我说 你回去问你的父亲 资讯管理要做什么 好了 到最后 我说 来 医资院就填 资管 东华大学 我们花联的国立东华 东华大学的资管 然后其他就往后填了 你喜欢的英文系 喜欢的华文系 然后台北市立大学的英文系 这些科系都上了 都排在后面 这真的很重要 我说你把它 然后你把你的批评書 把你的个人的这些 都把它 所有的在学校 这些你计划书什么 都把它 准备好 然后上网去Google 资讯管理 到底这个科系要做什么 对你的未来 对你的人生有没有帮助 他考试的分数过了 然后要面试 面试他就准备 所有的资料去了 结果 我刚才讲的 人生要有贵人 是 这中间 我们师姐 就在那一年 他念了三千部的天德经 他领到师父的天德经 诵经千部的 千部 三千部 他是三千部 诵经三千部 他就为了这个女儿 就是诵经三千部 又领到师父的奖状 就是很有那个 就是为了女儿 他甘愿来 送经 我说不只你要送经 你女儿也要送经 去面试口试的时候 我就三位教授在那边 再看一看 这个女生 她要来读资管 那资管有时候 比较属于男生的科系 但是现在也没有论了 因为资管 男生女生都可以读 是 结果面试的时候 教授就跟他问了一下 好 那你去澳洲游过学 好吧 那你就用英文介绍你自己 我们江同学就 反正就有备而来 教授也没有考他什么 就直接用英文介绍他自己 介绍完了 好了 可以了 就这样子 也没有考他什么 你没有说 你又为什么来读资管 就是直接考他的英文能力 好 放榜了 录取要17名 他考了第4名 前三名是男生 男生都是 那个都是很优秀的 才可以 大概在前几名这样子 就读得很高兴 也没有来抱怨什么 因为妈妈说 老师就 那个亡产老祖 告诉你要读这一科 你就读这一科 读到第三年的时候 107年 大事 他升上大事了 他又来犹豫 他到底是要去来读 继续读这个资讯管理 还是再去兼修教育 教育的这个方向 他也喜欢教育 我说好吧 那我们以挂为准 结果就继续在东华大学就直升研究所 四升五直接修硕士研究所的这个课程 然后就读了 就很顺利啊 我到最后毕业的时候来找我 我说恭喜哦 终于六年毕业 他说老师 不是六年啦 大学四年加研究所两年啊 不是六年吗 他说不是 他四升五 直接读研究所 所以说五年硕士 取得硕士资格 硕士毕业 硕士毕业 真的 这个找工作 这个找工作呢 就是他想说找到可以终身对他比较有受用的这些未来的职业这样子 我说中华电信刚好有这个要造身 招资管人才 还有英文很好的 他也没有经验 我说你去吧 补个卦 反正你就多念经 然后临场呢 最重要是考英文 临场不要紧张 好了 结果呢 第一次准备就是一个月时间而已 也没有去补习 比试呢 成绩没有很好 六十几分 然后呢 口试的时候 九十几分 差二点六分 就差二点六分 是 那在中华电信那一年 他所贴出来的广告 月薪三万九 年薪超过九十万 他是这样子 要吸引这些年轻的这些资管的这些人才 对 没有考证 我说没关系 没有考证 我知道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找到好的公司 来上班来就业 是 结果呢 他把他自己的资料 hold上了那个人力银行 在人力银行的时候 那个台湾的伪创科技公司 就是累人头公司 累人头呢 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他 他说我们是什么公司 然后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面试 他妈妈一天说 会不会是诈骗集团啊 他特别来问 下父母星 因为刚出大学门的小白兔对不对 最容易上当啊 但是我们学了易经以后 我们就知道师父告诉我们 凡事皆战 凡事皆战啊 去面试的时候呢 我们林师姐就告诉我 老师很稀奇的 我说什么很稀奇 那个主管看到他女儿 也没有问什么 就跟他闲话家常 资料也不看 他的学历啊这些 因为刚刚出校门嘛 也没什么经历啊 他就会直接看他学校的成绩 看他的表现 就跟他聊天 那跟他聊天呢 聊天然后就聊聊聊 就问我们江同学 你到底你可以来上班吗 我说可以啊 你希望薪水多少 我们江同学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中部的学生 比较客气一点 比较汗序 听说硕士毕业是 四万五到五万嘛 他说四万三可以啦 中部的学生啊 结果这个主管说 你可以来上班啊 下个礼拜可以啊 好 那就给你四万六起薪 哇 一个硕士毕业生 起薪是从四万六起薪啊 所以这里面 刚才我所讲的 人生的贵人 贵人到底是谁 贵人是王产老祖吗 贵人是我们的师父吗 贵人是他的妈妈吗 还是贵人是他自己 当然这里面 因为他妈妈 来接触我们的中门 来学的意境 他还懂得如何来帮女儿 找出这个方向 所以贵人 各位观众朋友 你想 贵人到底是谁呢 是不是以上皆是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说 从意境里面 我们来了解 我们小朋友的未来 小朋友的方向 真的是不可思议 很不可思议的一件 这从头到尾 就是从104年 到现在的110年 前后六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考试 考验到就业的一个案例 对 所以我相信 身为爸爸妈妈的人 你们都可以来学习 一经风水 那么帮助自己的孩子 也帮助您自己 可以更加地有力道 让你们的家庭 更加地幸福美满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在节目当中 有这么精彩的分享 也非常感谢各位 显示同修 还有心中大德的收看 幸福在我家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的小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